朋友们好 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西藏的老二 他是跟着老二去西藏的原本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和原本已经出发了 现在已经走了差不多五公里了 全上坡路 到米拉山应该都是上坡路了 现在海拔是3600米 要爬到5100米 我的东西也吃完了 昨天把鸡腿米饭啥都喂给流浪狗了 前面有个箱 还有五公里吧 走到箱上看能买到买到菜不能 买到菜买点米饭啥的 我给原本搞了个绳子 用这个铁丝拧了一下 这个是松紧的 然后让他在下面活动活动 好吧 走吧 跑两圈啊 跑两圈 我们再坐车上 听话 还是下来跑跑的好 天天一天到晚坐在小车里也不行 还是得让他自己活动活动 这才好 走了一公里 刚为原本喝了点水 这个天啊 还是挺怨的 今天就走一公里吧 好吧 明天我们再走一公里 原本已经到金达镇了 来这里取个快递 几块 6块 这里取快递都要钱吗 你们的快递我们自己就要去 现在没取 啊 我们还说有货 6块有点多 那没问题 我们要给司机 要给钱 看一下我的灯有事没 买了一个灯 寄过来 还 卖家没要运费 我取快递收了我6块钱运费 白天看不到 我们晚上再试一下 我和原本已经出金达镇了 然后买了点菜 花了我80块大洋 不买菜不行了 不买菜前面都是上坡 不知道要走几天的 西藏这里8点天还这么亮 我估计家里天已经黑了 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 朋友们到家了 发现一个桥洞 下去看一下 这个桥洞干净不干净 还挺高 还行啊 还算干净吧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 朋友们 想办法把自行车放个位置 不好下来 我看了一下 这边自行车也不好下 从这个地方 要是光自行车的话 好下 但有小拖车 我决定把自行车放到这 就放这就行 这条路基本上没有什么车过 有车过我也能听到 好下 终于我已经轻手轻脚的拿进来了 我们现在开始蒸米饭 今天买了一个笋 然后这个笋六块钱吧 也就一斤多 我觉得 然后它给我掰断了 尝得不好拿 先把它笋削一下 约约 这个笋还挺脆的 断了 挺新鲜的 菜已经切好了 葱姜蒜 辣椒 水 辣肠 米饭也好了 米饭也好了 辣肠 稿里头 葱姜蒜 辣椒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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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锅盖 再来点米饭 吃吧 狗粮牛奶大米饭 越吃越好看 干完啊 菜马也熟了 出锅 哇 哇 哇塞 看着就有食欲 开饭了 现在又是晚上的9点半了朋友们 基本上每天都是9点左右吃饭 有时候 吃到10点 今天往河板走了25公里 到这段是22公里 然后出了阵又走了3公里吧差不多 有好多朋友 问我你每天的消费是多少 然后出来骑行需要带多少钱 其实这个不定啊 你看我出来就是穷游的 今天到金达镇 然后买菜花了八十块 取快递花了六块 今天花了八十六 这八八十块钱的菜 我还能吃个四五天 是的 四五天我可能还是一分钱不花 然后你要是开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的话 那消费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住宿的话我一般就是搭帐帐 住桥洞 这洞那洞全是洞 是洞我就钻 所以说穷游和那个富游是不一样的 你要出来天天住旅室啊 天天大鱼大肉的吃那就没法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没法算 就大概吧 现在的海拔已经到了三天七了 明天我们继续爬山 我和圆板已经睡袋里了 朋友们 今天买的这个强光手电 哇塞 真的太亮了 给大家看看效果 亮不亮亮不亮亮不亮 这个手电是我买的最亮的 也是下雪本了 一百三十多块钱吧 虽然说贵 但是我很满意 晚安 明天见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